晨起,凤九在头上轻轻插上银色的素簪,扯了一下自己的袖子,今天穿的是一席天青色的裸裙,如与后半朦胧又清新,凤九甚是满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身后近似的小鲜鹅目风,看着自家娘娘的美颜也陶醉了,不过想起今日娘娘是要赴帝君的约,这妆容是否肃静了些。 娘娘,不如今天再点一下春。凤九看着她捧起口之,连忙摇摇头,就这样吧,便转身快步离去。 娘娘,殿下,身后一群小鲜鹅急忙跟上,怎么今天殿下的脚步走得比平时快了? 凤九来到太成宫门口,便看见帝君背对着自己独自一人,站在门前。 今天的帝君与往日有些不同,平日他爱穿紫色飘逸的外袍,今天倒是穿起了树袖的浅蓝装束,趁得他身姿越发挺拔利落了。 凤九按住自己,悄然加快的心跳,稳了稳脚步,向前走去,故意引起些声响。 帝君转过头,日光下凤九端着手,打算肃静,却明眸好齿,有笑意染上眼角,他也心情甚好的,微微一笑,来了。 咳,那走吧。 唉,等一下。 凤九叫住了东华,抬头左右打量他,又把他双手反过来翻过去。 东华不解,轻声问,怎么了? 不是说好今天要去栽种绿萝花的吗? 种子呢? 凤九翻开手掌,问他要。 东华心里好笑,怎么怕我诓你去做什么吗? 不等凤九回答,便伸手到他脑后,便出了一个小锦囊,扔到凤九怀里去。 自己拿着? 凤九吐舌头接过,见前面的人,再走又扯住他的手腕,等等。 东华回身,看着两人的手,眼神示意他说。 那个,凤九转身,让他看了看自己后面跟着的一群仙鹅。 小眼神里祈求着,要不让他们回去吧,他们总是怕他丢了一样,整天跟着。 青秋不重里也少奴仆,加之他从小逍遥惯了,这段时间这么多人跟着自己,真是太让他别扭了。 东华挥挥手,以后不必时时跟随。 身后的鲜鹅也应声退下了。 凤九回复往日的轻松自由,甜甜一笑,可以走了。 掠过东华静止,走出门去了,东华紧随其后。 两人并肩走过,很快便来到了小树林旁的湖边。 微风吹拂之下,凤九想起了那日和阿黎在此处放风筝后被帝君相救,那还是昏后第二次见到帝君。 凤九抛了,抛了手中的小锦囊,从中掏出绿鳄花的种子。 逆着日光细细观察,若是能长成,这里又能添一处景致了。 东华抬手,在一旁的十几画出茶具,坐下便开始煮水。 你不是和我一起栽吗? 凤九收回种子,我浇你。 东华往湖中,投入茶叶,一步一步指点着凤九。 凤九跟着一步一步,终于买好了种子,最好陪土浇水,擦擦额上的汗, 又见东华在细细闻着杯中的茶香。 东华向其招手,示意他过来休息一下。 凤九端,坐在东华对面,见他挑细细挑着茶叶,投入壶中,又将过两送到他跟前。 杯中青烟鸟鸟鸟,凤九不禁细想, 这位尊神的闲暇时光,都是用这些栽花品茶的事情打发的吧, 能费着心思,带自己栽绿鳄, 亦能把这碧罗春的茶叶挑得干干净净, 不理事事的漫长时间,对于他而言,确实需要找事情做做。 在想什么? 这样出神。 东华看凤九,发呆盯着自己刚刚埋种好的种子, 出声问道, 没什么,不过是想着上了年纪的尊神,都爱找些事情做吧, 比如我爷爷爱云游四海,我弟爱下棋, 没留神的凤九端着茶杯,直接把自己刚刚想的事情说出来了。 上了?年纪? 东华松开手中的镊子,坠落的声音惊醒了凤九。 凤九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跳着站起来, 凤九乱说话了,还望帝君见谅。 看着东华逐渐逼近的身影,凤九被一棵树挡住了去路, 哦,是吗? 你也没说错,只是不曾想你把我与你爷爷归为一类。 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呢,帝君你容颜与日月同辉, 不老不老,凤九惊慌地摆着双手, 企图让东华不要靠自己那么紧。 东华神色一脸,单手抓住了两只胡乱挥舞的纤细手腕, 将人压在树干上,不过你说对了, 像我这种无聊的尊神,的确时常爱找些事情做。 说吧,在凤九的惊讶目光,中低头压上了他的唇。 温热柔软的触感让凤九失神, 他好看的面容在自己面前放大, 轻蔽的眼皮轻轻颤动着。 感觉到怀中人的不专心, 东华放开他的手腕, 更用力地揽着他往自己怀里去。 凤九攀扯着他的衣领, 快要站不住了, 喘息的瞬间引来了他更加深的吻。 就在凤九快承受不住的时候, 他拍着他的肩膀, 两人才轻轻喘息着分开。 凤九被逼急了, 眼角红艳艳的一片, 似乎要哭了。 哭什么? 不舒服。 东华稳住气息, 手指擦过他的脸庞。 他的强势的索取, 以及随时被发现的不安, 心悸的凤九连开生, 也带着哭腔, 所以你就娶我了。 为了打烦你的时间, 终于问出了心中的不安, 凤九曾以为他会背负着 有名无实的婚事, 就这么下去了。 也好, 他当高高在上的帝君, 他称他的东荒君位, 成婚后, 彼此安安静静地互不打扰, 无关情爱的相敬如宾, 不也是漫长仙途中的一种吗? 但如今, 这三番四次地靠近, 又是为何? 东华揽着他也不松手, 哼笑声中, 带着点不屑, 本君若要打发时间, 何须找你? 凤九之觉这人此时, 实在是恶劣透顶了, 他挣扎着想走, 又见他认认真真的盯着自己说, 终于肯温出口了, 终于不再对本君端着那礼数了。 趁着凤九愣住之际, 东华低头稳了他的脖子, 与其说稳, 不如说是带着发难意味的轻咬。 痛不痛? 没见过咬完还要问的? 你说呢? 痛倒是不痛, 只是凤九推不动他, 只好冲着枪了他一句。 嗯, 痛也忍着, 本君早就想这么做了。 又低头蹂躏起他的脖子来, 凤九喘息着脑海里, 不断回想着他刚刚说的那两句话, 合着这人还在怪自己不搭理他吗? 见他没回应, 东华轻咬着他的唇角, 你能不能收敛一点? 会有人看见的, 好像也意识到时间地点不太合适, 东华抚平他领口处的皱褶, 嗯, 回太成功。 凤九真得很想说一句, 他不是这个意思。 两人回到太成功, 凤九眼见东华揽着自己走去的方向越来越不对劲, 他慌忙一转身, 抵住东华的胸膛。 那个, 那个你可以给我泡茶吗? 我刚刚都没喝到, 口渴了。 东华心不在焉, 累了, 想休息一会。 凤九压了压腰上的手臂, 心想你倒是自己一个人去休息啊。 可是, 我想跟你学中, 茶之茶泡茶之道嘛, 你不愿意吗? 主动伸手靠近, 撒娇的意味甚是明显。 东华犀利的双眸, 扫过路过正欲探头的仙鹅, 揉揉额头, 看着面前, 开始学会给自己撒娇的小狐狸, 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无奈感。 好。 于是乎连着几日太成功, 都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 凉亭下, 凉亭下凤九殿下摆弄着心智的白有茶具。 原本该是当着老师的帝君, 以闲散的姿态, 目光紧紧盯着殿下, 也不在乎那点, 仙山上供连天君都没有的茶叶, 被殿下糟蹋去了。 要是崇林仙官, 再子不知道会不会痛心疾首。 帝君还不时握着殿下的手, 添茶加水, 每约齐名, 手把手教学。 而殿下似乎也是对茶道颇为上心, 竟然还真是细细地学着, 泡好以后还亲自端一杯给旁边的人。 虽然凉亭附近是没人敢打扰, 不过仙娥们捂住八卦的心, 借着路过看了个仔细, 这不出一会, 九重天又开始了关于帝君帝后的八卦日常。 原本打算去骚扰成域的连三殿下, 听闻此事脚步一转, 打算去太臣宫讨杯茶喝, 还不忙拉上正在奋笔疾书的私命。 哎, 妈妈妈三殿下, 小仙就不去了吧, 三殿下自个要去扰人清静, 这送命的事他就不去了。 连宋还能不知私命的心思, 他一敲私命的肩膀, 今日天君朝会, 指明得请帝君, 他若是缺席, 你我都得受责罚, 不去也得, 去。 私命无言, 值得跟在三殿下身后, 希望连宋打头阵, 能挡一挡帝君的杀气。 怎么样? 还可怕? 凤九把茶杯推到东华面前, 见他浅尝以后, 迫不及待地问, 嗯, 还可以。 东华非常给面子地喝完了。 看来, 在帝君的教导下, 凤九殿下茶艺也十分了得了, 不知今日能否喝到一杯殿下亲手泡的茶。 连宋人未道声, 仙道, 大摇大摆地走进凉亭, 非常不客气地就找了各地坐下。 私命对着帝君和凤九一坐一, 乖乖地站到了一边不出声。 当然可以, 凤九做事就要去倒茶了, 结果手还没碰到茶壶, 就被东华伸手一压。 东华对着连宋淡淡一笑, 你今日倒是很闲。 转手推了一杯刚刚凤九泡失败的茶水到连宋面前, 连宋看着这寡淡无色的茶水, 也不甚在意, 不闲, 不闲, 这不是要来提醒你待会的朝会, 你可别忘了。 说霸江茶水引尽, 分明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要参加朝会, 怎么不早说? 还有空在这里陪我喝茶, 凤九声怕耽误了帝君正事, 想着催促他赶紧离开。 不急, 东华悠悠道。 其实凤九看着连宋和思命在此, 有些拘谨, 失了泡茶的乐趣, 还不如出去溜达溜达呢。 那你赶紧和三殿下去吧, 我出去溜达一下。 凤九寻着机会便想离去, 东华扯住他的衣袖, 就这么走了。 凤九按按使力, 从东华手中抽出自己的衣袖, 闪身离开, 那等你朝会散的我去找你。 说完便快不离开了。 东华看着身旁空荡荡的位置, 将茶杯往桌子上一搁, 不冷不热地甩袖子走人了。 连宋笑着跟上, 帝君你等等我呀。 身后的思命也任命地跟上。 鲤鱼池边, 从泰晨宫溜达出来的凤九无意中, 发现了此处风景独好, 池中的锦里娇, 憨可爱, 凤九也好, 心情地命先额拿东西来投喂。 啊, 不知是哪位家人在此独平澜, 可寂寞, 可孤单, 可需本公子陪伴啊。 身后传来轻飘懒散地询问, 凤九倒是不惊讶, 他倒要看看这九重天, 还有哪位神君如此浪荡。 转过头来一看, 原来是一玉面小狼君, 拿着扇子的风流模样, 倒是让凤九想起来一个人, 忽然凤九就笑出来了。 玉面小狼君像是被折了面子, 扇子一收, 逆后是碰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凤九摇摇头, 听闻连三殿下, 有一红颜知己爱女扮男装, 看来今天是见识到了。 则又是被帝君带坏的一个人, 小狼君摇摇头, 在下城御元君, 见过帝后, 凤九摆摆手, 你还是叫我凤九吧, 我觉得你挺有趣的。 难得家人, 对在下一见如故, 今日天朗气清, 不如和在下一同游圆赏花。 凤九点点头, 求之不得, 于是两人漫步在一十三天, 谈天说地, 好不快活。 算着时辰, 凤九问道, 不知道朝会什么时候散。 怎么问这个? 成玉好奇。 哦, 凤九有点不好意思,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 答应了帝君, 等他下了朝会, 就去找他。 东华帝君上朝, 会能去露脸, 就是赏脸了, 来去自如, 你还想着那点时辰, 能困住他。 毕竟, 也是参加过朝会的, 成玉身以为然。 这么随心所欲, 两人脚步, 渐渐往朝会的方向走去, 只路上几道身影, 拦住了凤九的脚步。 凤九转左, 来人也左, 凤九转右来人, 也转右。 这人真是奇了怪了, 专门是来赌他的吗? 成玉见着来人一见愤懑, 内心翻了个白眼, 随便一摆手, 成玉见过之贺郡主。 这回轮到凤九挑眉了, 之贺? 据说这是帝君的一妹。 还是为难得一见, 带先知的神女, 不过静泰成功这么久, 也没见过本人。 今日挡路之举, 倒是十分无礼, 又见他原目怒视着自己, 凤九心里倒是有些不好的预感了。 你就是嫁给我一兄的青秋地基白凤九? 只贺略带轻蔑的眼神, 上下打量着凤九。 凤九坦然地站着任他打量, 见其一言不发, 只贺有点怒从中来, 我再问你话呢? 没听到吗? 只见凤九, 拍了拍袖子上挥, 之贺郡主的声音, 怕是九重天都传遍了, 我又不是笼子, 怎么听不见呢? 这分明就是在说他大嗓门, 成喻忍不住偷笑。 你, 凤九打断, 我, 我就是青秋白凤九, 如今论辈分, 你得称我一声嫂嫂, 不过叫不叫, 其实他也不在意, 若是论先知, 你得称我一声地厚, 但是, 凤九绕步, 也故意打量着他一番, 既不见你称呼, 也不见你行礼, 怕不是你是许久没上九重天都忘了。 原本凤九, 也不想这么犀利, 可今天被人拦下, 还要被这么咄咄逼人追问着, 游圆赏花的好心情就是毁了。 嗨嗨, 那个, 之贺郡主, 你的确还欠殿下一个礼数, 成喻出来打人场。 之贺没想到, 眼前的丫头年纪小小说起话来, 确实不饶人, 正当他愁愁的时候, 脸色却变得十分委屈, 朝着凤九身后, 喊了一声一胸。 凤九和成喻同时转身, 不远处站着帝君和连颂。 不知两人已经听多久了, 连颂一脸看好戏的样子, 朝着成喻抛媚眼, 帝君目光一直穿过众人, 落在凤九处。 一胸, 之贺难得前来, 路上遇见凤九殿下, 本想闲谈联络感情, 怎么凤九殿下, 却指泽之贺不懂理。 之贺逮着机会变发难, 话里话外指责凤九蛮横, 从前之贺出入太成功, 一胸也没拦, 这之贺不能这般那般。 凤九咬了下自己的嘴唇, 迎上东华的目光, 只见他目光淡淡递来一个疑问的眼神。 其实, 东华本想问他怎么了, 可这眼神是在之贺发难后递来, 凤九不免以为他在结问自己。 东华看他不说话咬唇的力道, 又大了些, 眼神一暗。 承玉明显感, 倒几人气场不对, 打着眼色, 让连宋环姐一下, 但这人嬉皮笑脸, 一脸看八卦不嫌是大的样子, 惹得承玉, 接连瞪了他几眼。 凤九不想在这泥闹, 一般让人不适的氛围里待着了, 忽感这样也没意思, 干脆失离, 转身离开了。 原本只是眼神变了的东华, 见人离开脸色也冷了几分, 正想跟上, 却被之贺拦住了去路。 你该称他为帝后, 应声抛下一句便摔袖离去, 留下一脸哀怨的之贺, 以及面面相去的承玉连颂。 凤九快步穿过回廊, 直直地走进太陈宫内, 根本没有注意身后还跟着的一道紫色身影。 旁边伺候的仙鹅, 见殿下回来本想跟上, 但见帝君一挥手, 让所有人都退下了。 正当凤九进到自己的乡房内, 愈合上门之时, 呼见门外深入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掌, 他反应不及, 还是将门压上去, 外面瞬间传来一声闷哼。 你怎么不出声啊? 凤九赶忙打开门, 东华顺势挤了进来, 东华皱着眉头抱着手掌的样子, 似乎刚刚真得被门家疼了。 凤九叹了口气, 拉过他的手掌, 只见手背上真有一道红红的印子。 你不会出声喊我的吗? 干嘛要把手伸过来? 我喊你大概你, 也会装作听不到。 东华低头看着他道。 他打句的话里, 意犹所指, 凤九推开他的手, 想来这道小伤也爱不着他什么, 转过身不想看他。 如果帝君是为了刚刚异昧的事情来结问我, 相比你在一旁也看到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是觉得我蛮不讲理, 要来训我那就请回吧。 东华凑近他转过去的头, 一脸无辜道, 本君可是一句话都还没说呢。 凤九逆着他, 你刚刚不就是一直盯着, 我想问我怎么回事吗? 对呀! 东华认真地点点头, 那不就是你认为我过分了, 再则怪我。 凤九气愤, 这人还不承认。 东华掰正他的肩膀, 还笑道, 看来夫人是误会我了, 难道你没察觉, 我想问的是, 怎么了? 被人欺负了吗? 需不需要为夫帮你? 他越说越凑近, 凤九红着脸捂住自己的嘴,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谁, 谁知道你是这个意思? 我们又不数。 不数? 这个很简单。 什么简单? 凤九松开手, 正想问清楚之际, 迅速被深深地稳住了。 凤九瞪大眼睛,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熟悉? 他往后仰着身子, 东华却步步逼近, 两人双双倒在了榻上。 凤九使尽力气, 翻身将东华按在身下, 才得以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原来夫人喜欢在上面啊, 领口松动乱了发丝的东华, 手指压过自己的嘴角, 眉眼轻挑浪荡的模样, 让凤九原本按在他胸旁的 双手碰刺般收回了。 凤九支支吾吾道, 谁喜欢了, 门都没关。 东华嘴角上扬, 抬手施法关上了门, 又将人扯过来跨坐在自己腰间。 这次真得倒稀口冷气, 凤九虽然时常听他姥姥家的几位 腰艳不可芳物的姑姑 讲那些祸害难先的风流运势, 但真要轮到自己, 恐怕自己还是实践不来啊。 而且这姿势暧昧得让人不是凤九忍不住羞涩地扭动了下。 不要动, 东华的声音比平时低雅了些, 轻轻按着他不安分的腰。 那个, 刚刚不是说那事情吗? 这样好像不太适合, 凤九有些语无伦次, 刚刚两人不是在那边聊得好好的吗? 怎得被拐到榻上来了? 东华摇摇头, 看着身上的神女, 禽手峨眉巧笑倩兮的模样, 他忽然明白到为何佛约求不得放不下之苦。 他手指从他手背开始往上蔓延着, 你与我之间无需顾虑他人, 只要他眼里看着自己, 他想怎么样都可以。 凤九只觉得此时的他分外难缠, 肆意撩拨着自己, 偏偏自己却身陷其中, 觉得半边身子都麻了。 哼哼, 是吗? 凤九软软地趴倒, 在他身上捂住自己快要藏不住的娇气的声音, 心里那根弦被撩拨得快要崩断了。 东华翻身而上, 拨开两人爱事的衣物, 手指毫不客气地在他身上游异着。 快要承受不住的凤九, 值得半边脸压在了枕上, 紧紧地咬着自己唇。 东华压着他半边身子, 拨开他散落的发丝, 手指抹开, 被他咬得发白的下唇, 又撕咬着面前裸露臂膀, 惹得身下人阴宁不断。 凤九直觉自己在水中浮沉, 眼泪忍不住地从头流到尾, 待那一阵余韵过后, 脑海一片空白的他, 感觉东华退了出来, 懒他趴在自己身上, 边斧着自己潮红的脸边说, 真是水做的吗? 说不得一点重, 一碰就哭。 要不是他累得快睡着了, 他真得很想说, 不是他想哭, 只是眼泪不争气。 凌乱的被褥中, 转醒的凤九, 微微动了动身体, 转动了几下无力的手腕, 才惊觉时辰不早了, 身旁的位置凉透了, 看来东华已经离开很久了。 昨晚的一场, 放肆颠倒, 让凤九微微出神, 他还记得自己, 攀着他肩头无力仰头的情景, 脸又不自觉地红了几分。 哎呀, 你冷静摆凤九, 冷静冷静。 凤九捂着自己的脸, 埋在被褥中扭动着。 门外的仙鹅听见殿下醒了, 低着头鱼挂而入, 凤九不好意思地 拢了一下贴身的薄愁睡衫, 企图挡一下那轻轻子子的咬痕。 殿下你醒了? 帝君有吩咐, 不得打扰殿下休息, 若殿下觉着累了 可以去宫内的温泉泡汤解罚。 温泉? 凤九还真不知道 原来太陈宫内还有温泉。 是,帝君呢? 明日是天君的生辰宴, 帝君上朝会去了。 哦,那就是人不在宫中, 那便可以一个人好好放松一下了, 凤九内心有些窃喜。 却见面前的仙鹅脸一红, 若是帝君回来, 会通知帝君去温泉找殿下的。 没想到殿下与帝君如此吃馋, 抛个温泉都舍不得分开, 说完便退出去了。 喂, 我不是这个意思, 凤九看着急急忙忙退出去的害羞小仙鹅, 他希望他有听见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 甲山流水, 雾气缭绕, 听着潺潺流水的声音, 温热的汤泉滑过皮肤, 凤九舒服地打了个冷战, 能把一方温泉布置得如此一人, 大约也只有帝君一人了, 因为也只有他多的是时间无处打法。 凤九轻轻趴在一方岩石旁滑着水, 泡了这半个时辰满足不已。 束手挽起一头瀑布般的青丝, 用银簪挽着, 拾起一旁的薄衫准备到屏幕封换上。 谁知屏风处传来意料摩擦的声音, 来人惊得凤九腿都快软了。 你怎么在这里? 来人正是据说去了朝会的东华。 朝会太无聊了, 还不如回来陪夫人泡汤。 东华将脱下的外衣搭在屏风处, 又微笑着道, 不是夫人让仙鹅通知本君来陪你泡温泉的吗? 果然那仙鹅是会错意了, 凤九汗眼, 她听错了, 我可没有。 话未说完, 凤九急急忙忙转过身, 你为何把上衣都脱了? 东华看看自己赤裸的上身, 疑惑道, 难道泡温泉要穿着衣服泡吗? 又贴近她后背, 双手自觉扶上美人膝腰, 故意咬着耳朵, 还是夫人看着本君身上的红痕, 不好意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凤九真想拿着手中的衣衫堵住她的嘴, 只是手中只有肚都扒了。 抱歉, 这是夫人的杰作, 为夫也值得受这了。 暧昧的声音, 让凤九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脑海中又不自觉想起昨晚, 她在自己耳边的喘息。 冬华也不逗弄怀中人了, 抱起凤九又回到了泉中。 我已经泡过了, 凤九别扭地用浸湿的衣衫挡住自己。 再陪我一下, 冬华靠在池边闭幕, 原本冷硬的眉目, 在雾气中竟然变得柔和起来, 只是眉间带着些沉浴。 安安静静待了一会, 凤九越看越出神, 不自觉地靠近, 倾出她的额尖。 你是不开心吗? 凤九轻声问道, 冬华掀开阴晕的双眸, 揽过她的腰, 摇摇头, 也算不上什么事。 你可知道明日是天君生辰, 要设宴。 冬华见凤九点点头, 明日设宴倒也不打紧, 这些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她向来也不甚在乎这些事情。 只是今日天君特意留到最后, 同她说了一件事, 魔族魔君有意以联姻方式缓和两族, 从根上就生出的嫌隙。 且指明道姓要往太成宫塞人, 说是既然帝君可娶清秋地基, 未往何不能娶魔族之女, 不会是嫌弃魔族吧。 当时, 冬华冷笑一声, 未曾在意, 与他讨价还价之人, 早十几万就绝了计, 如今这魔君怕事, 要来挑事, 看来是忘了当初他治下时, 是怎么的一个风格与手段了。 明日凤九也要随他赴宴, 这是他成帝后, 之位以来, 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出现, 若是明日那不识相的人, 敢当面提出, 他就怕他会胡思乱想。 冬华缓缓挤居到此事, 凤九侧过脸偷笑, 哦, 原来帝君就是为此事烦心。 温柔的嗓音带着点甜甜的笑意, 凤九承认, 此刻心里像是近在蜜堂一般。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冬华思考了, 一会认真地看着他, 要是你生气了, 那不就是没人给我做饭, 也没人给我搂着睡觉了。 凤九咪咪嘴, 他还以为他是因为害怕他伤心才, 你去找崇林德了, 我保证他不会拒绝你。 凤九把手中的衣衫砸在他肩上, 愤愤地出水。 冬华拉下脸旁的肚兜, 嘴角压不住地往前翘, 紧跟在人身后。 凤九正欲穿上衣衫之时, 却被人夺去, 急什么? 夫人, 再回神他已被压在了躺椅上, 狭小的空间让两人躯体严丝和缝。 熟悉的感觉涌上来, 温热的肌肤相处, 让两人都舒服地喂探。 那, 那个你不饿吗? 凤九搂着他的肩, 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不是在吃吗? 冬华以手背缓缓掠过他光罗的腿部, 吻着他锁骨的声音, 含糊不清。 凤九脸红, 其实这种事情除了累了点, 他也还是蛮享受的。 好吧, 龙好一群, 凤九看着铜镜浅的自己, 往前凑近, 仔细查看脖子上肌肤。 殿下不必担心, 看不出来。 旁边的小仙鹅眼嘴一笑, 昨天帝君抱着娘娘从温泉中回来, 仙鹅们互相交换颜色, 大抵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本是要等着帝君离去, 他们好帮殿下换上新衣物, 帝君却是接过后, 挥退他们, 掩门之时, 听最后退出来的小木峰说, 帝君亲自替殿下更衣, 在这九重天, 还真是没听说过。 凤九半信半疑地收回目光, 又服了伏发纪, 唯一坠势的一只不摇。 不摇显着一串佛林花柳苏摇摆, 与今天身披的月白薄烟纱, 一起趁得他体态修长, 顾盼生姿。 让人丝绵绵而憎慕, 叶耿耿而不媚的神女, 大抵也就是这般模样了。 可凤九一点也不自知, 揪着自己的袖口, 有点不安, 这样子会不会太过于隆重? 今天也不是他的生辰, 实在有点想不通东华, 为何特意为自己背下这样一套衣衫? 旁边站着伺候的沐风, 可是明白得很, 帝君对殿下事事亲力亲为, 自然是要把最好的给殿下不是吗? 说完还一有所指的, 看了看凤九的手指。 凤九低头, 原本朴素无华的圆润甲盖 被染上了一层薄而通透的烟红, 食指更显纤细。 昨晚, 他睡得迷糊之际, 朦朦胧胧渐渐, 烛光涌动, 东华正捧着自己的手, 在细细描绘着什么。 他原本还想挣扎着坐起来, 只听见他嘀嘀地说了一声, 别动, 大半夜你这是在做什么? 凤九不动了, 揉揉眼睛, 才看清原来他用着一只小狼蚝给自己染着指甲。 凤九平日里, 妆点打扮没什么兴趣, 若是让他给菜品里面的萝卜叼个花, 他还蛮有心思去研究一下的。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倒是发现东华善丹亲爱作华, 怪不得那时候能用一副征战图, 就把他爷爷和爹爹收买了。 他打着哈钱靠在东华的肩上, 困得泪光闪闪, 瞧着东华专注的侧颜, 凤九有点不忍心打断他。 喜欢吗? 东华细细描完最后一根手指头, 轻声问他。 凤九在烛光下打量着, 假言勾勒细致, 打赏般抬头亲了亲他的脸颊, 喜欢又想了想。 那以后这个就交给你啦。 他自己懒得去捣弄这个。 东华将笔丢到旁边的埃及上, 手指无意识地在他肩头打着圈圈。 这没什么, 他低头而语, 要是你喜欢我还可以在你这里点缀几笔。 凤九缩缩肩头, 那不得脱衣服。 他头砸在他巷尖, 嚷嚷着好困好困。 东华无声地笑了下, 来日方长, 不着急不着急。 殿下殿下, 沐峰在一旁喊着发呆的凤九, 白浅上神派人来请您了。 这才想起, 今日赋宴是要和姑姑一起去, 连忙赶跑脑中的 以你出门去了。 我这还以为, 日上三干, 我们的地后起不来呢? 在一方凉亭中等着凤九的白浅, 放下茶杯打去道, 瞧着来人神采奕奕, 眉眼喊春, 和婚嫁前那古灵精怪的模样又略有不同, 白浅便知道帝君确实是把小九照顾得很好。 姑姑凤九知道自己出门晚了, 心虚地低头求饶。 好了好了, 不闹你了, 走吧。 凤九笑嘻嘻地像从前, 在狐狸洞一样。 搂上了白浅的手臂, 白浅轻敲他手臂, 小极灵鬼, 注意了, 今日各族皆在, 要记住你, 可是地后。 凤九秃秃舌头, 认真地点点头。 两人往前走去, 这天君的生辰并不常设宴, 如今难得的一次, 自是要往热闹非凡的成都去, 这不连三殿下还亲自为父君操持了一场, 繁花生回情生。 白浅与凤九两人路过, 也不禁停下脚步欣赏几番。 连三殿下对这种风月之事颇为上手啊。 白浅看着面前的繁花似锦, 与美人伴舞, 也赞叹不已。 可就不知为何, 他与承玉援君倒是像冤家一样, 凤九这段时间算是看清楚了承玉 和连三殿下的相处了, 一个躲着一个闹着。 对了姑姑, 那是什么? 凤九指了指在空中飘若浮云, 似有生命般的花瓣。 白浅丁眼瞧了一会, 那应该是新培育的花瓣吧。 但是那花瓣伴随着的银铃般的笑声变得刺耳, 飘移的速度越来快, 凤九眯起眼感觉到一针不对劲。 姑姑小心! 那花瓣似乎受了刺激开始, 此处乱撞, 最后静直直冲着白浅的方向来了, 凤九之身挡在姑姑面前, 堪堪避过了, 变得锋利异常的花瓣。 但这花瓣似乎是盯上了凤九, 被推至一边的白浅来不及施法, 眼见凤九就要被花瓣划破喉咙了。 九九, 白浅大喊, 此时一旁闪出一道赤红身影, 扶着凤九的转身, 犯着妖异红光的法术, 瞬间将花瓣逼退。 凤九也抓住了剑戏, 捕伤最后一击, 两人无意地联手, 竟然将花瓣压制回池中。 占定凤九, 才发现刚刚救了自己的人, 身姿矫健, 仿佛踏风而来, 原来是一女子。 但见其弃则有意, 难道。 在夏凌阳, 见过白浅上神, 凤九殿下。 凌阳一拱手, 漆黑的瞳孔闪目光利落, 面容妖异, 却英气十足。 凌阳公主, 身负湛民的魔族二公主。 白浅想起来了, 此前听叶华讲, 天君生辰, 为是两族友好, 邀了魔君出席, 想必这位二公主 是跟着父君前来的了。 白浅上神过奖了, 刚才若没有凤九殿下相助, 凌阳也不能击退花瓣。 回过神的凤九, 瞧着凌阳微微一笑, 谢二公主刚刚出手相救, 只是凤九好奇, 你怎认得我与姑姑。 姑姑她不知道, 但自己倒是第一次见着这位二公主。 只见凌阳微微一笑, 上神和殿下乃是这四海八荒, 难得一见的角色容颜, 如今出现在这九重天, 也不难猜到。 凌阳毫不避讳, 自己与其中对面前两位神女的赞叹, 何况刚刚上神, 刚刚喊一声九九, 在下便十分确定了。 嘴里说着不着调话, 却又如此坦白诚恳, 凤九和姑姑相视一笑, 觉得这位二公主十分有趣。 殿内, 天君生辰宴开始, 白浅和凤九缓缓步入殿中, 美人不太轻盈, 偏若惊鸿似游龙, 过了好一阵殿中众仙时, 才反应过来, 纷纷向太子妃, 递后行礼。 趁着姑姑向天君说着什么的时候, 凤九瞧见了上手为闲散坐着的东华, 原本靠在一边, 目光犹豫不知想什么, 待他出现便紧紧盯着不放。 东华抬手, 招他过去, 只见凤九未要投, 姑姑还在前面呢, 待他和天君见礼后, 变过去。 东华不满地哼了一声又是起茶杯, 抬眼望去, 虽然殿中歌舞不断, 但众人的焦点还不是都在他身上, 他就是要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人自然是最好的。 顶着众人目光, 凤九终于落座于帝君身旁, 刚坐下便被帝君轻身抓住了手。 坐在下手时刻关注, 两人的连颂连练叹气, 想当初到底是谁不愿意取情秋帝击来着。 凤九安安使力, 想把手缩进衣袖中, 帝君也不避闲, 把玩着手中的浩腕。 很多人呢, 凤九有点不好意思。 你说什么? 嫌弃两人不够近, 帝君凑近, 想听他说什么。 坐下众仙道吸一口气, 说好的清冷, 尊贵的神奇呢? 对面的叶华和白浅见此会心一笑。 凤九偷瞄着众人, 正感叹着人多的时候, 呼见刚才的魔族二公主, 正看着自己端起酒杯, 向自己敬了一下。 被抓着手, 没法回敬的凤九, 只能回忆如沐春风的一笑。 东华顺着凤九的目光看去, 眯着眼打凉了凤九笑容, 相对的人, 魔族的凌羊。 这不正是, 昨日魔君向往太陈公色的二女儿吗? 但凤九又怎么和他认识? 凤九觉, 查到东华的疑问, 咬着耳朵, 低声将刚才的事情威威道来, 后来还补充了一句凌羊, 为人似乎还挺有趣的。 东华听完若有所思的缓缓, 直起身, 锐利的眼神, 望着远处的妖娆又英气的凌羊, 救了他夫人。 夸他夫人美, 还让夫人觉着他有趣, 远处的凌羊直直回望帝君, 嘴角还挑起一抹笑容, 只是让东华觉得这笑容挑衅感十足。 东华轻皱眉头盯着凌羊出神, 凤九伸手掠过东华眼前, 咬着嘴唇问, 你干嘛盯着人家看? 那位二公主, 虽然不似一般仙女, 清纯动人, 但混杂着妖艳而利落带子的感觉, 确实有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 在这宴会一众天仙中, 又是一场吸引人眼球的另类美人, 连凤九自己也时不时看多两眼, 不知东华, 想到这里凤九咬唇的力量又大了些, 莫名的他变得有些烦躁了。 东华瞟了旁边的凤九一眼, 不开心的小表情, 显得他有些楚楚动人。 他坐近, 低头瞧着凤九, 一副红小孩的姿势, 做得甚是流畅, 怎么? 夫人可是醋了, 凤九自顾自地拿起酒杯, 接着喝酒挡住自己的侧脸, 闷闷地说, 没有。 哦, 东华装出懊恼的样子, 最近我盯着, 看的女仙, 其实只有一位, 她手点着面前的挨挤, 我想想啊, 她有时候清纯, 有时候又很可爱, 晚上又会变得很妖娃。 凤九默然回头, 她居然当着自己的面, 但说别的女人的好听话, 生气的就要把酒杯重重地 搁在挨挤上了。 东华顺手接过, 品了一口带着她刚喝过的酒, 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你看, 她吃醋生气的样子, 也这么好看。 脸一红, 才明白原来她是在说自己, 凤九不好意思地低头, 正想着要如何回应的时候, 下手地连宋猛地咳嗽几下, 又听见其不知为何哀声叹气, 自叹不如啊, 自叹不如。 你小声点, 凤九不好意思地扯了扯东华的袖子, 夺回她手中的杯子, 自己替自己加酒。 不给我喝了。 东华问, 凤九本想说一句, 你自己道, 结果花卫出口, 就被下方祝贺之人打断了。 原来世人齐了, 各族使者皆为上前贺天君生辰。 轮到魔君上前时, 旁边还站着那位二公主, 只见她默然地听着魔君一番场面话, 那不卑不亢的神情, 看着还真不像是魔君的女儿。 这便是前些日子与天君提起的, 魔族二公主, 凌阳。 在下凌阳, 拜见天君, 帝君。 魔君见时机将至, 似乎也不怕被拒, 当着众人的面, 便提起了那日要与天族联姻之事。 那日, 在场不过天君, 帝君及几位天将, 加之后来知晓的凤九, 现场知道魔君有意嫁女的事情并不多, 于是也十分好奇魔君为何着重介绍自己的女儿。 天君, 帝君, 既然天族愿与魔族同好, 天族又有曲青秋地基, 连阴之力, 那若能与我魔族, 魔君缓缓说道, 正要说到重点的时候, 众仙家有的丙熙宁神, 有的目瞪口呆, 有的意味深长地笑着, 大殿内瞬间静的一根针都能掉下来了。 凤九的手不安地乱扒着, 被东华握住, 轻轻揉着, 风机抬头, 眼神有点小担忧, 反观东华豹之宽慰一笑, 若能与我魔族同住一把沉水剑, 厚赠之, 我魔族定是之为, 两族同好之信物。 旁边一直沉默的羚羊, 突然出声截断魔君的对话, 大殿内又是一惊, 这又是为何? 魔君文言大惊, 怒目原誓。 哦? 为何要沉水? 天君颇有兴趣地看着羚羊。 沉水剑, 虽未位列上古十大神兵之列, 亦在数万年, 以前两族共同压制渺落之时, 随前待魔君, 一同余化了, 若能将此物再造赠予我族, 我族必定是之为, 同好之相。 林阳画风一转, 看着凤九, 与东华的位置一拱手, 沉水所需玄铁, 极其珍贵, 藏于青丘, 又闻太陈, 攻避军地后善于驻剑, 特别是百年前的凤九殿下所诸何虚剑, 在下在冰场里上一箭难忘, 不知帝君, 天君, 地后可否允了, 我魔族此请求。 天君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东华, 那既然如此, 为是与魔族同好, 我天族定当答应。 这可是比与太陈公联姻可容易多多了, 天君赶紧结束, 这庆贺环节, 今天设宴, 只为同乐, 各位不必拘礼。 说完天君, 便以不胜酒力为由, 迅速离开了。 不可置信的魔君, 咬牙切齿地最后拂袖而去, 林阳微笑着对着东华凤九的位置, 又一拱手, 林阳在此谢过。 听了好长一串话的凤九才明白, 所以这联姻之势, 就被林阳给硬生生打发了, 最后只是要太陈公, 铸剑一把。 可是, 凤九脑海混乱, 只抓住了一点, 祝剑要是做自己喜欢的那还好, 可祝剑本是个庞大的工程, 即使是当初的和须, 足足让他头疼了两百多年。 他瞬间被拉回到那段, 没日没夜的日子重, 而且最近宗学又要开始了, 他的佛里克。 压根没想到, 自己身旁还坐着自己的夫君, 看着林阳准备转身离去, 他连忙站起来说, 不行, 我过几天还要回去青秋上宗学呢? 祝剑恐怕。 此言一出奉酒, 连忙捂住嘴, 他要回青秋的事情, 似乎还没与自己的夫君说。 林阳脚步一顿, 回身微笑说, 无妨, 殿下即没空祝剑, 只要制图, 以及给在下玄铁即可。 郑玉喝酒的东华, 本以为连姻是就此结果, 要沉水剑, 也只是动手的功夫, 他弄好扔给林阳, 小白便不用和他见面了, 这是一件事, 但更重要的是, 小白会青秋, 他为何不知? 听得凤酒和林阳的对话, 手一顿, 抬头看着有点小惊慌的凤酒, 一眯眼只觉事情有些不对, 回青秋。 凤酒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他不是故意不说的, 只是最近只顾着和他腻挽, 都忘记正事了。 只见东华割下酒杯, 面无表情掠过凤酒, 静止离开了。 虽然众仙似乎都在闲谈吃喝, 但都竖着耳朵, 听着帝君帝后的动静, 这部帝君独自离场, 帝后些许黯然, 难道是这小两口吵架了? 连宋和思命打个眼色, 思命连忙追上帝君的脚步, 连宋则是来到凤酒身边, 嗨嗨, 凤酒小殿下, 怕是你,现在得去追一追。